原标题,本拉登做梦也没想到,暴露自己行踪导致散命的会是他,后悔太晚了我们知道,911事件给美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, 也让美国在国际上丢了大面子,一个号称全球最安全的国家,居然会被武装分子袭击,而且伤亡惨重。 事情发生后,为了挽回延绵,找到幕后的罪魁祸首,美国将所有的责任归咎到本拉登的身上,美军开始疯狂的在世界范围内,搜索这个武装组织的头目。 在经过苦苦搜寻之后,终于发现了本拉登的踪迹,于2011年5月1日,在巴基斯坦的一座名甲中架起击毙。 很多人不理解,本拉登在知道,自己已经成为了美目标之后,经历了长达十年之久的逃亡之旅,但是为什么还是被美智找到了? 恐怕知道自己重担的那一刻,本拉登自己都想不明白,自己究竟是如何暴露的。 因为在这之前,美军的行动毫无盯着,对本拉登的住宅突然袭击,像是早就知道他在里面一样。 据在本拉登家中干活的仆人回忆称,18那天晚上,主人正准备入睡,他称呼本拉登为主人。 突然,房子外面有一个花盆摔碎的声音,警觉的本拉登直直到房子里来了不速之客,于是下床去阳台查看,还没等到他靠近阳台的窗子,就被美军的狙击手一掺毙命。 逃亡多年的本拉登,成功地躲避了美军的层层追踪,而这一次,美军又是如何发现自己的呢? 本拉登怎么也没想到,爆! 鲁自己行踪出卖自己的居然是自己的身体。 我们知道,本拉登是沙特人,而且还是贵族出生,所以,从小就是一来伸手办来张口的生活环境中长大。 突如其来的逃亡生活,要本拉登一时间根本吃不消,不能按时吃饭,不能按时睡觉,有时甚至吃不饱穿不暖,这让他嬌生惯养的身体,很快就出现了各种毛病。 据仆人称,本拉登在逃亡的日子里,沈功能一直不好,需要按时做透析。 但是不能去大医院,因为到处都有美人的眼线,他们只能在乡下找了一个医生,作为本拉登的主治医生。 但是这位医生一眼就认出了本拉登,当时他假装不认识,并且提取到了本拉登的血清样本。 在本拉登一星人离开之后,这位医生将其秘密送给了美军,通过DNA避兑,美军确信这就是本拉登美人。 所以在包围本拉登住所时,连人都没看到就一枪将其逼命,因为美军知道,这个房子里能住在楼上的只有本拉登自己。 让人不禁感叹,如果本拉登的身体够强硬,就不需要看医生,自己的血清样本以及行踪也就不会暴露给美军了。 没想到逃亡了十多年,最终却输给了自己。 如果本拉登知道是自己暴露了自己,恐怕自己别提有多后悔了吧,但是一切都太晚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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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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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